黄祖母 敖拜的话不能信 之前他就圈地悟国 荡同伐义 朕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 他说啥就杀了 这样的一个逆臣贼子 他说的话 朕不会相信 黄祖母 您也不该相信 皇上啊 你说得对 但是呢 你要知道 敖拜和哀家 都使侍奉过 大清三代君王的老人了 他撒没撒谎 骗得过哀家这双眼睛吗 敖拜啊 起来说话吧 罪臣不敢 不敢 你敢杀皇上 尽管皇上是先想杀你 可是他是君 你是臣 你居然敢示君 那时 罪臣是朱游蒙了心哪 请太皇太后恕罪 好了 这本老账呢 就翻过去了 还是坐下来说话吧 谢太皇太后 坐下吧 有何事 想禀报哀家呀 太皇太后 只要您老人家 能让皇上 保罪臣不死 并且不累及罪臣的族人 罪臣就把所得的所有情报 都上乘给朝廷 由太皇太后 和皇上来决断 老败啊 你可是曾经救过太宗皇帝的人呢 那顺治皇帝铲出毒滚的时候 你也是立下汉马功劳之人 你对大经是有恩之人呢 皇上怎么可能要你的命呢 如果你不是直觅不悟的话 何至于到这个田地呀 你想起你呀 埃家这心里头好痛啊 这一切都是罪臣糊涂啊 罪臣求见皇上虽然年少 却又京士治国之才 我大清的江山在皇上的手上 太皇太后大可放心了 你呀 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 皇上呢 刚刚替你收拾完了这个烂摊子啊 又探上了三番的事 让皇上是焦头烂了呀 你要是早些明白过来 何至于让皇上如此为难呢 是啊 罪臣当初只顾着一己之私 争权夺礼 罪臣北进族以后 又只想着跟皇上斗气 可是经过这半年的装疯反思 现在罪臣什么都明白了 罪臣不愿做大清的罪人 这个责任我担待不起呀 罪臣现在就有一条重要的情报 要禀报太皇太后 也算是罪臣为我大清江山 最后再做一点贡献吧 你说吧 这佐图和纳赛他们 是哀家的信赖之人哪 这些个嬷嬷 都是哀家当年 从蒙古草原带来的家谱 你就放心吧 那今天这个事呢 就不能透露出去 否则的话 哀家就拿你们试问 遮 遮 遮 接着说吧 太皇太后 您老人家可听说过明珠古 当然 那是一个反清联盟的基地 那些一心向往光复诸明王朝的乱党 全部隐藏在这里 多年前罪臣就让眼线潜入明珠古 你便能够掌握明珠古的动向 当时罪臣只是为了和索尼 苏克萨哈等人争权夺利 一直将所得到的密报都隐匿不报 希望着有一天能够独揽大权 再建大功 你糊涂啊你 太皇太后息怒 好在这明珠古尚未成气候 对我大清的江山还够不成什么威胁 不过这明珠古的密探 现在已经潜入了紫禁城 这些个密探不仅年轻 而且那武功是深不可测 并且个个是精通奇门暗器 勿医毒蛊之术最为重要的事 他们就在皇上的身边 而且皇上却对他们十分的倚重 你隐匿明珠古的情报是有情可原的 可是这些毒蛇都隐藏在皇上身边了 你为何不早早地向哀家禀报啊 太皇太后 我的眼线得到这个消息 前来报告罪臣之事 皇上已经把罪臣擒拿 又囚禁在这府上 无法得见太皇太后圣言 皇上又不肯相信罪臣所言 只把罪臣的举报当作挑拨离间 有几个奸细还要杀了罪臣灭口 罪臣思来想去 只得装疯 这才逃过一劫呀 他们要杀你呀 在太皇太后面前 罪臣不敢用一字谎言哪 不是有所额图负责保护的吗 回太皇太后的话 奴才已经竭尽全力 保护好敖大人的安危了 可是皇上另入手谕给了别人 那奴才也没有办法 太皇太后 这件事情也怪不得所大人 这皇上有多恨罪臣 相信太皇太后和罪臣一样明白 那奸细事先给罪臣下了毒 夜里与行刺罪臣 罪臣武功尽失 不敢硬斗 只能装疯 这才骗过了他们一干人等 今日才得以见到太皇太后 将这一切告知啊 你说的这奸细 是否是 这太医李建青和 这笔墨士叔李欢兄妹 正是他们 而且还不止他们两个 新近的丽妃娘娘 还有贴身侍奉丽妃娘娘的雪嬷嬷 她们都是明珠谷的人 李建青和李怡欢 根本就不是兄妹 这个李建青的真实身份 是南明永利帝的最后一个儿子 她的真名叫朱慈轩 反清联盟的人 一直尊她为太子